深夜的公园,身材曼妙的女子正守在尸体边翻着着什么 以为夜跑的黑人小哥哥恰好路过 敏捷的女子立即对眼前的小哥哥举起了枪 第二天一早警方赶到乱发现场 死者叫做阿伟,死因是胸口中了一枪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午夜12点左右 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只有昨晚夜跑的黑人小哥哥 小哥哥说他当时看到了一名亚裔女子正在翻死者的衣兜 女子本可以杀了她,却依然选择放过她 亚裔女子大概30岁左右,她拿走了阿伟的手机和钥匙 阿伟有暴力前科,出于后边一直在一家拖车公司工作 老板凭加阿伟工作非常卖力,阿伟负责汽车回收 那些支付不了贷款的穷人,汽车就会被拖走 因此阿伟常常会遭遇死亡威胁 老板回忆昨天阿伟有些奇怪 她看起来战战兢兢,还相负责车所的同事索要宝马X5的警报马 阿伟最近并没有回收X5,那么她要警报马干嘛呢 难道是为了偷车吗 这又与那位亚裔女子有什么关系 仍然和汉为来到了阿伟的公寓 却恰好在这里偶遇了神秘的亚裔女子 亚裔女的身手了得,一下子就干翻了两名刑警 原来她也是一位刑警,来自于中国香港 亚裔姐姓杨,名千华,隶属于旧金山中美联合犯罪调查组 原来阿伟是她的好友,千华姐说昨天她接到了阿伟的电话 电话中的阿伟语气惊慌失措 因为担心阿伟,她才飞到了纽约 并通过定位阿伟的手机赶到了中央公园 没有想到却只看到了阿伟的尸体 事件结果显示阿伟的死亡时间在午夜 而那个时间段千华姐才刚下飞机 所以她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铁娘子拿来了千华姐的档案 原来她还是中美联合犯罪调查组的负责人 各种表彰和嘉奖就占了好截止 千华姐习惯了独来独往 不过为了得到权限 她愿意暂时加入贝姐的调查小组 C叔对千华姐的加入表示了欢迎 阿伟的口袋里有张餐厅收据 她曾在被害当天去过唐人街的一家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叫做玉丝 前台是一位叫做吴美的温柔姑娘 老板娘叫做台咪咪 她说阿伟是这里的老主顾 每天都回来这里吃饭 得知阿伟被杀 吴美和台咪咪都非常的意外 不只是吴美和老板娘 服务员苏英也是中国人 苏英有些惊慌 她拒绝了贝姐和千华的例行问话 考虑的都是中国人可能会比较亲切 千华姐决定单独与苏英对话 被晾在一边的贝姐有些失落 因为千华姐的档案实在是太优秀 她的破案率在香港警方中首屈一指 身手比贝姐好 长得比她年轻漂亮 更要命的是 她老公还是身价不菲的动作巨星 贝姐总是爱爱拿自己与千华做比较 苏英告诉千华姐 昨天阿伟来这里用餐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4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 男子似乎认识阿伟 还与阿伟吵吵了起来 甚至在临走前还向阿伟发出了威胁 餐厅有免费的WiFi 千华姐通过WiFi连接过的设备 锁定了与阿伟争吵的男子 这位男子叫做迈克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迈克居然是一位FBI探员 纽约警方加上香港警方 现在又多了一位FBI 阿伟一个小小的拖车司机 居然惊动了三个部门联合协作 可奇怪的是 迈克探员却否认自己见过阿伟 还起身就要走 这阿伟到底是卷入了什么了不得的案件 居然连FBI探员都要守口如瓶 日安带来消息 见证科在阿伟的鞋底发现了些甲醛 常被用于尸体防腐 电路板以及服装制造生产 也就是说 阿伟生前曾去过有甲醛的地方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贝姐突然说与千华姐有个约会 森叔了解贝姐 他对优秀的千华姐产生了嫉妒心理 他很害怕贝姐会越来越自卑 两人先是来到了射击场 贝姐的成绩不错 让千华姐更优秀 就这样千华姐还非说自己的技术不好 一开口就是老法尔赛了 贝姐说千华姐哪哪都很优秀 优秀的父母 优秀的老公 完美的孩子 长得还他们很漂亮 甚至连办案能力都远在他之上 话音未落 千华姐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查看了阿伟公寓的监控 阿伟在被杀前十个小时曾回到了公寓 五分钟之后他又匆匆下楼 更诡异的是接下来的画面 阿伟在被杀前突然遭遇了绑架 还好绑匪不太聪明 并没有遮挡抽牌号 根据调查 这辆车来自于一位叫做比利的毒贩 阿伟曾是比利的手下 不过他已经脱离棒牌十年 那么为什么比利会在十年后再次找伤了阿伟 然而比利是FBI的嫌犯 FBI通过总局下令不允许纽约警局插手 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越权亲自找比利问话 千华姐来自中国 他可不在乎纽约总局的命令 他一个人来到了比利的拳击馆 比利对瘦弱的千华不屑一步 下一秒千华就让他知道了 华儿为什么这样红 另一边 由于担心千华姐会有危险 贝姐也在半个小时后赶到了拳击馆 只见地上躺着比利那些中看不重要的手下 比利则在更衣时大叫着救命 比利曾在公益前绑架了阿伟 几个小时之后 阿伟就被杀了 比利不想背负上命案 只能向他们吐炉了实情 原来所谓的绑架只不过是比利的恶作剧 他与阿伟的关系很好 两人经常会互相开这样的玩笑 不久前阿伟曾找到比利 向他索要了500克毒品 还说什么需要用这些毒品 帮助朋友摆脱困境 千华姐非常激动 因为以他对阿伟的了解 阿伟绝对不可能贩毒 可阿伟一次性要这么大剂量的毒品 很难相信他的身家清白 FBI早就盯上了比利 那天麦克守在餐厅 希望阿伟能够帮忙指挣比利 因为遭到了拒绝 才会与阿伟发生了争吵 比利不知道阿伟要这么多毒品干嘛 不过那天阿伟拿了毒品之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第53大道 千华姐不顾上级命令自作主张 害得贝姐陪她一起背黑锅 她不明白如此优秀的千华姐 为什么会做出这么过激的事情 实际上千华姐并不如她想象的这么优秀 千华姐因为工作 早就有丈夫感情破裂 连孩子也不认她 阿伟几天前曾发短信向千华姐求助 可她却因为工作错过了阿伟的短信 阿伟的死让她内疚 所以她才会抓狂 不择手段想要抓住凶手 原来所谓的成功和优秀 是牺牲家庭和睦换来的 想到这里 贝姐不由地开始同情起了千华姐 经过进一步调查 原来阿伟索要毒品 是为了嫁祸给一位叫做杰克的富商 富商拥有一辆X5 阿伟向索将索要了X5的报警马 然后将毒品藏进了杰克的车里 那么阿伟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跟这位富商又有什么恩怨 可怜的杰克因为阿伟的嫁祸已经进了监狱 杰克很委屈 他被阿伟陷害入狱 可他压根结不认识阿伟 不过他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他的竞争对手谭咪咪一直想弄死他 而谭咪咪正是阿伟经常慌顾的那家餐厅的老板娘 原来富商杰克和谭咪咪一直在竞争收购唐人街的不动产 并且阿伟鞋底的假权 正是来自于谭咪咪开手的服装工厂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谭咪咪雇雇佣阿伟陷害了竞争对手 随后又顾兄家为灭口呢 谭咪咪表面和蔼 实际上却是华人黑帮三合会的成员 面对警方的质问 谭咪咪表示无可奉告 一旁的服务员苏英一改从前的懦弱 上去就和老板娘撕霸了起来 原来阿伟和苏英是一对恋人 她在谭咪咪的帮助下偷渡来到了美国 同时也欠下了四万美金的偷渡费 阿伟之所以帮谭咪咪陷害负伤 正是想帮苏英熟身带着她远走高飞 苏英说那天晚上阿伟通过前台无媒通知自己 阿伟会在中央公园等她 可苏英却因为工作繁忙爽约了 也就是说案发当晚 除了苏英只有前台无媒才知道阿伟在中央公园 警方当即申请了搜查令 并在无媒公寓的外套上检验出了少量阿伟的血迹 原来无媒从小和苏英一起长大 他们一起通过偷渡来到美国寻梦 一起努力打工为自己赎生 可阿伟的出现却让两个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阿伟爱上了苏英 她愿意不顾一切为苏英赎生 苏英走了 无媒就失去了抱团取暖的好姐妹 她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面对铁证 无媒还想狡辩 千花姐的怒吼终于击溃了无媒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 她承认了自己杀死阿伟的事实 她只是不想在一国他乡 独自面对艰难的生活罢了 案件了结 千花姐很感激贝姐的出手相助 接下来她将回到旧金山 继续负责中美调查犯罪小组的日常案件 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遵循万物守恒定理 你得到什么就必须要失去什么 千花姐得到了事业上的成功 工作上的荣誉 却失去了家庭和孩子 贝姐突然没那么羡慕千花姐了 当一个小小的探员 整日守着可爱的丈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本集故事到结束 千花姐的扮演者是1978年出生的女演员 琳达·帕克 她曾在超感神探中出演一位美艳的FBI顾问 从她一口塑料味的普通话也能听出来 她不是中国人 而是一名韩语 琳达·帕克身材颜值都很在线 全一直都只能出演一些小角色 不过她也打破了欧美影视剧中 亚洲人一贯的单眼皮 踏笔梁的形象 无眉的扮演者是巴林和美国演员苏珊·帕克 同样也是一位韩译 她的长相透着一股阴冷的气质 最知名的角色便是高分美剧《冰雪暴》中的悲剧人气琳达 四位演员中只有饰演苏英的艾伦舞王 以及饰演谈秘密的赵嘉玲才是真正的华裔 赵嘉玲1957年出生于美国 是一位金剧演员 七岁时客串金剧《被星探发现》 曾参演过《花木兰》和《蜘蛛侠》等多部电影 另外她还是1986年上映的喜剧电影《少爷的磨难中的女主》 男主陈佩斯曾是那个年代喜剧的代名词 该片由著名导演张建雅指导 她的另一部能与之媲美的神作便是《三毛从军记》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